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徐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就是一期好物分享视频 以及我上个月的购物分享 里面有些东西都是我觉得特别实用的 然后大家冬天肯定要买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就在双12之前给它拍出来 还有今天会有一个新的小嘉宾出现在我的视频里面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这视频也感兴趣了 就会一起看去吧 首先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前阵子买到两件内衣 就是在优衣库买的 这个内衣的话是很多人推荐说这个很舒服 所以我就去买了 它的一件好像是149块钱一件了 一件呢是一个紫色 然后又就是一个黑色 这种内衣的话就是没有钢圈的那种 因为我不喜欢穿那种有钢圈的内衣 那种钢圈的内衣真的好舒服 我觉得穿着真的不是很舒服 但这个内衣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春天跟夏天穿这种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冬天的话 我基本上如果是衣服穿的稍微厚一些 我就不是很喜欢穿内衣 这两件内衣的话还是挺舒服的 就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第二个呢就是我手上的这件 我专门买的一件那种专门睡觉的衣服 它的价格好像是59块钱吧 这个的话它就是看这个颜色很土气 很挠土 就有点像那种七八十年 穿在身上的那种汉衫那种背心 但这个真的太舒服了 因为它是这种比较脖子嘛 这个面料也很舒服 因为我冬天买睡衣就喜欢买这种睡衣 这种睡衣的话 我觉得就不是很适合睡觉穿 这个比较薄的话就比较适合睡觉穿 而且它这个面料很舒服 穿在身上也很舒服 就这个的话比较轻敷嘛 除了颜色有点土气以外 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缺点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在用的一款截面仪 就是腐贝里加的这一款 因为我以前没有用过嘛 但是他们寄给我以后 我用了一个多月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所以说就来出来分享给大家 首先呢 它的外观就是这个样子的 很粉粉嫩嫩的 而且它这个尖头的截面头 就能够清洁到你的眼窝啊 或者是鼻翼这些死角的地方 它这个尖头相比原头来说 就会更加的贴合皮肤一些 我还蛮喜欢这个设计的 而且它这个刷毛是特别柔软的 因为我自己是那种敏感肌嘛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上脸按摩 也还是蛮舒服的 所以说敏感肌也是可以用的 这个截面呢 它是总共有五个档位 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加 这个地方有个减 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调这个档位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这一款截面仪呢 我拿到水后就充了一次电 然后就用到现在嘛 用了一个多月 而且我看有人说这个的话 就充一次电能够用一年 它的电池续航能力还是挺不错的 它这个充电口呢 就在这下面 它还有一个这种盖帽 就能够防止脏东西进去嘛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人性化的 而且它这个呢是全身防水的 所以说直接放在水里面去清洗啊 都还是蛮方便的 因为我平时喜欢用手清洁皮肤嘛 但是用手的话 它就只能清洁到皮肤的表面 但是这个的话 它就能够通过声波振动 把洗面来乳化 然后把毛孔里面的脏东西 把它结合起来一点点带出来 还是清洁的蛮干净的 这一次呢我就做了一个对比 就直接用洗面奶去清洁皮肤 和用这一款洁面仪的对比 洗面奶呢就很难完全的清洁干净 但是洁面仪就很轻易的 就把它清洁干净了 这个呢我就是坚持用了一个月 我觉得对我的皮肤还是有改善的 就是那些黑头啊 痘痘啊和闭口啊 就是你坚持用的话 还是有一点点改善的 这一款洁面仪呢 它的使用方法也是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平时卸完妆以后 把脸和洁面仪打湿 然后把洗面奶剂 起泡以后涂在脸上嘛 轻轻的移动按摩 洗完以后用水冲一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的话 洗完以后脸还是比较通透 比较好看的 最主要的呢 就是这款洁面仪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买一款洁面仪的话 这款我还是蛮推荐的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收到的一些小裙子啊 因为有些东西 就是我很早以前买了 但是现在才到货嘛 所以说就只能这一次 全部分享给大家 就首先呢就是这四条 JK制服的小裙子 首先呢第一条就是这个 森林男性 这个颜色真的太好看啊 就这种绿色的格子 穿在身上很显白很好看 我觉得春天去拿着 去拍写真啊拍照片都很好看 而且它这个发货速度还是蛮快的 大家如果是有那种 重新上新的话 可以去蹲一下 只要一百多块钱出头 真的很好看 然后呢就是 中牌制服馆的这个山吹 这个山吹我现在等了好久 我等了快两三个月了吧 但是它这个真的很好看 就是这种 这个黄色 这个黄色很好看 我没有其他的形容词 我只能用好看来形容 而且我还专门去买的这种衣架 这个衣架就比较适合 挂这种小裙子嘛 它只要十几块钱 只要十一块钱 有二十个了 这个真的好好看啊 这个颜色 也是比较适合春天 像现在的这天气的话 我就不能穿这个了 还有一个也是 最近中牌的一个上行 这个颜色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前面那个好看吧 我更喜欢前面这两条一些 这个的话就是偏素雅一些的 这种小裙子 然后最后一条 就是中牌的一个圣诞格 这个圣诞格的话 我当时看图片还蛮好看 但是我后面说到手以后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好看 就其他的店铺 有比他更好看的一些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他的店铺 这些裙子 我现在冬天应该是穿不了了 就只能等春天 等夏天以后 再拿出去拍照片 就很好看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安妮成家两条小裙子 第一条就是这条绿色的裙子 这个绿色我还蛮喜欢 就是一个墨绿色 还蛮显白的 无论是黄皮的妹子 或者是白皮的妹子穿 都还蛮好看的 它的领口呢 就是一个中高领的设计 这种中高领的设计 就比较适合秋冬天 因为秋冬天的话 这个地方有一点冒风嘛 这样的领口就可以 让这个地方更暖和一些 然后呢 它这个胸口 就是一个这种压折的设计 腰口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它这个袖口的设计 它袖口呢 就是有这种珍珠 有四颗珍珠 就是有一种小香风啊 比较复古的感觉 我蛮喜欢的 这条裙子的话 它还蛮厚实的 我觉得就比较适合 秋冬天在大夜 或者是棉衣里面 当内搭穿 就很新颖很好看 第二条呢 就是一个针织连衣裙 我觉得还蛮温暖的 就比较适合秋冬天的一个颜色嘛 很好看 很温柔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 它这个领口 是一个这种翻领的设计 而且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它这个袖口 它袖口是一个这种哪拔袖 还有一个这种袋子 可以打一个蝴蝶结 挺好看的 挺可爱的 这条裙子 它是一个收腰的设计 所以说穿在身上的话 就比较显瘦嘛 而且也比较适合 小个子女生穿 小个子女生穿 也还蛮显高的 就这个跟这个 我最近很喜欢的一套刷子 就是斯威克的这套刷子 它总共是有13只刷子嘛 因为我以前一共买了两套刷子 但它的刷型都没有给我配起 但这套刷子里面 它的每一个刷型都有 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 而且呢 它这个刷子的颜值也很高 它是这种很bling bling的感觉 就摸在手上啊 也很有质感 它这个刷毛呢 是仿恢数度的刷毛 就是无论在手上这样刷呀 或者是在脸上这样 随便随便的刷 就很舒服一点都不扎人嘛 而且它的刷毛的抓粉能力也很强 就用这个眼影刷去上眼影的话 就能够很好的晕染看来 而且晕得很好看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这套刷子 你绝对想不到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只要69块钱 真的很便宜 就是双12之前会有一个10块钱的券嘛 只要69块钱 它还会给你送一个这种清洁盒 送一个美妆蛋 这个美妆蛋我也用了一次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还会送一个这种网套 然后还会送一个发带 但那个发带我暂时找不到了 就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 而且它的质量很好 就用起来也很好用 我觉得这个价格的话 真的很好用 如果是大家想买一套刷子啊 或者是新手党 刚学习化妆 想买一套刷子的话 这套刷子我还蛮推荐的 就是真的很推荐 很好用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就是几双袜子 因为大家问我 袜子也比较多嘛 首先呢 就是我最近买的几双袜子 它真的好可爱 好萌啊 就一双是这种粉色的 然后还有一双是 也是这种粉色 它就是那种睡眠袜 比较适合冬天穿的 很可爱 还有一个是这种薄荷绿的颜色 这几个颜色都好好看 好温柔的一个颜色 还有就是灰色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蓝色 蓝色是我自己 现在脚上穿的 它只要二十多块钱 二十块钱有五双吧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就很好看 很温柔 很可爱的一双袜子 还有呢 就是大家经常问我的 我自己小皮鞋 那个配的袜子 是配的哪一个 那个袜子呢 它也挺好穿的 只要十三块钱 可以买五双 而且有很多种颜色 大家可以自己的去组合 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那个黄色 那个黑色 我到时候就把链接 给大家码出来吧 就比较便宜 而且它的质量也还蛮好的 就是那种黑色 稍微有点沾毛 我买的黑色的袜子 基本上都很沾毛 然后大家不是一直想让我 给大家推荐手套吗 手套我自己也是买了两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奶白色 这个手套真的好好看 好可爱啊 而且它还有股香气 它就这样摸很舒服 这个毛毛也很舒服一点 都不扎人 真的好可爱啊 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实用 大家如果是在外面走的话 戴这个手套还好 如果大家想这样 拿着去写东西的话 就这个是不可以的 然后呢 就是这套手套 这套手套它是这种灰色 这灰色我也还蛮喜欢的 就是很好看 它这个袋杖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都还没有拆开呢 就是我最近买的一些 比较少女性的好物啊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宁钱包 这个宁钱包真的好可爱 它是一个粉色的 里面还蛮大的 就装那种钥匙啊 或者是卡啊 或者是口黄都可以 而且它真的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 秋冬下还蛮合适的 这个好可爱 真的好可爱 还有呢 就是我最近买的 一个那种钥匙扣的 钥匙扣的这种串 这是一个这种小黄鸭 不是小黄鸭 就是这个嘴巴和这个 脚是黄色的 然后是男色的 有一个微薄的感觉 这个真的好可爱 这个也好可爱 太可爱了吧 我最近买的这种少女型的东西 太可爱了 还有一个这种小羊 这种小羊也好可爱 就可以挂在书包上面 或者是背包上面 太可爱了 而且很舒服 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物呢 就是这个碗 这个碗它是一个这种草莓碗 真的好好看 我觉得比以前买的那个碗 要好看一些 因为我以前买的那个碗 刚开始我买回来 狗棚还没有买回来嘛 所以说那个碗就给奔奔吃饭了 这个的话就我最近买的 这个碗的话 我觉得大家用来喝麦片啊 或者是喝那种那种东西啊 都还挺好的 质量也还蛮好的 好喜欢 这个好可爱 真的好好看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收到两支口红 就是卧血的新城之纹的口红 这个口红呢 它的外观就是这个样子 是这种金充粉的工艺 就是闪闪的很有质感嘛 而且它这个呢 扣扣是这种磁铁吸扣的设计 所以说这种放在包里面的话 就不用担心它会掉出来 还是蛮方便的 而且这种口红呢 它是不添加相近的 所以说大家用起来 也会更安全更放心一些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很喜欢的两个色号 第一个色号呢 就是贝尔 这个贝尔呢 它的名称来源于 美女野兽里面的贝尔公主 它是一个雾面正红色 就是很经典的一个红色嘛 就上嘴以后是很有气场的 而且很显白 在嘴巴上面也不会拔干 我今天涂的就是这个颜色 很好看 就这个颜色的话 可以当做迪奥 就是有一个评价替代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第二个色号呢 就是花木兰 这个色号呢 它的名字就来源于 我们的金国女英雄花木兰嘛 它是一个很经典的流血色 这个颜色我觉得就比较适合 秋冬天这种季节 而且它涂在嘴巴上面 也是很显白的 质感也还是蛮棒的 因为我自己是黄皮嘛 这黄皮这两个颜色 我觉得涂起来 都还是蛮适合黄皮妹子的 而且它的价格也很便宜 只要49块钱一只 性价比很高 所以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看一下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一些生活用品嘛 就是首先呢 就是这个保温杯 这个保温杯我是找代购买的嘛 那时候价格好像是184块钱 就是扇模式还是什么 好像是这个名字吧 就比较出名的一个保温杯 这个保温杯的话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就是从早上倒水 然后到晚上 它的水都还蛮热的 就我想给我的爸妈再买一个 这个还蛮好用的 而且因为最近脑筑 它就是在养生嘛 就买了一些菊花跟狗喜泡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蛮好用 蛮好闻的 不蛮好喝的 就是有一股清甜的味道 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味道的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呢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觉得真的性价比很高的 两套睡衣 一套睡衣呢就是 就是这一套 这套睡衣呢 它是 我是买的一个情侣款嘛 情侣款一套好像是130多块钱 它的质量很好 就睡在身上 真的很舒服很舒服 这套它是有一个 我买的是一个粉色 然后脑筑那套是一个蓝色嘛 就它真的穿得上很舒服 如果大家在家里面 不想穿其他衣服 就可以直接穿睡衣 就不穿内衣也看不出来嘛 就反正我一天到晚 在家都穿了睡衣 还有一套呢就是这个 这个套它就是这种 兔耳朵的这种设计 哎 妈呀 这套呢它就是一个 这种兔耳朵的设计 真的好可爱 但是脑筑那套 是一个蓝色的兔耳朵嘛 它蓝色的兔耳朵呢 就稍微有一点点掉毛 我觉得就不是很好 我的这套就不怎么掉毛 我还是比较大 推荐大家去买这套 这套它真的 这样好好 就算下来的话 一个人只要70多块钱 一套吧 就有睡衣 有睡库 真的很好用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收到的 骨质油品的 这一款红豆一米粉 它这个真的好大一罐 我感觉可以吃好久了 因为我们南方天气 就比较湿气比较重嘛 而且我每天早上起来 脸上就会有点水肿 这一款呢 它里面就含有了 赤小豆一米 这个赤小豆呢 它就是可以去湿气的 而且它里面添加的是 木糖醇嘛 就这个的话 一次吃两三勺啊 才80大卡 如果是大家早上吃啊 或者是下午饿的时候去吃啊 就不用担心长胖的问题 因为我喝这个的同时 就喜欢在里面 搭配牛奶去喝嘛 大家喝这个就可以在 里面添加蜂蜜啊 或者是牛奶 或者是其他的水果 因为这个里面 配方里面还有草莓丁嘛 所以说它的口感 还是挺不错的 还有一款呢 就是这个玫瑰花茶 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 玫瑰花的 而且喝玫瑰花茶 就能够美容养颜嘛 这个呢 它和其他的那种 玫瑰花茶就有一点不同 因为它里面的配方是 有那种无合桂圆的 就是喝起来是 很甜的那种感觉 但是又不会特别的腻 就我还蛮喜欢这个口感的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觉得还蛮好喝的 然后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买的一个 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 就叫什么呀 电热毯 这个电热毯是 大海推荐给我的 因为它刚开始买了以后 它觉得很好用 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我找它要的链接嘛 这个呢 它是一个双忍的 我买的是双忍的 它是一个这种双控的 就是左边跟右边 如果你觉得左边热了 你就可以把左边调冷 那边就不会 温度就不会变嘛 而且它是有三个档位 一个睡眠 一个升温 一个保温 一个保温吧 它还有一个除棉 除蛮 就可以除掉蛮虫嘛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 就是晚上睡觉的话 还蛮暖和的 因为我刚开始 还买了两个 叫什么烤火炉 第一个烤火炉 它是不出 就没有那种温度嘛 没有那种光 我觉得那种 没有光的就没有感觉 让身上啊 就烤不到嘛 后面我就又去买了 一个烤火炉 那个烤火炉 它的价格只要 40多块钱 还蛮好用的 而且它是一个这种 这么大的 挺好用的 如果大家想买 烤火炉的话 我也把价格 分享给大家 还把链接 分享给大家 它真的很好用 然后呢 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买的 一个衣架 因为我自己的衣服 比较多嘛 像大衣啊 粘液那些东西 都特别的多 所以说 我就基本上 没有地方放了 像后面的一个 那个衣柜 已经放晚了 我就去买了 那种大衣架 那个大衣架 我只花了70多块钱 还真的很好用 就上面呢 可以挂很多衣服 然后底下是有两层 可以放包 放裤子啊 我到时候也把图片 给大家泼在下面 它是一个挺好用的 而且质量还蛮好的 后面我就给老猪 又买了一个 那个气价比还蛮高的 我还蛮推荐大家去买的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 就是我们家的新成员 它的名字叫奔奔 它有点不想容易上镜 快看一下这谁 这谁 它的名字叫奔奔 我叫奔奔 它是一只小金毛 然后今年是几个月了 今年有两个月了 现在有两个多月了 哎呀妈呀 你别舔我 哎呦 有有有 看看 它有点不想上镜啊 它不想我们家可德呀 哎呦 哎呦 啊 好好好 你走 你走 我已经录完了 你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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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有点太浪腾了 所以说后面的视频 就由我一个人来讲吧 它的名字呢叫奔奔 它今年才两个多月 我是上周才把它接回来了 它现在就有点感冒嘛 所以说就把它放在笼子里面 它出来可能有点点太激动了 然后呢就是 它的名字叫奔奔 为什么叫奔奔呢 因为我大二的时候就给它取好了名字 因为我们后面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又想去养一只阿拉斯加嘛 但是我们那天去宠物店看了一下 就那个阿拉斯加不是很对我们的演员 后面那个宠物店老板就告诉我们说 有一只小金毛很好看 所以说我们就去看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奔奔的名字还是只能给金毛用 不能给阿拉斯加用 就是冥冥中的一个注定版 因为我双12的时候 因为我这个月买的其他的东西都不是很多 主要就是买的狗的一些东西 狗粮阿 然后狗笼阿 狗玩具阿 狗衣服阿 全部都是 然后还有可乐的一些猫粮阿 我还想给它买一个衣服回来 就这个月的话 主要是购物就是买的一些比较少女性的东西阿 然后就是一些关于狗猪的东西 关于猫猫的东西 我们家就是这些东西 因为我买的衣服也不是特别的多 买的美妆产品也不是特别的多 因为我自己就习惯于用我以前买的那些东西 就我想买的一些高光都还没有买嘛 就希望能够年末 然后再去买一些东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这些视频的话 就希望能够关注我 并帮我点赞投币转发收藏一下吧 拜拜